就是鄭亞壽衍生另外一個 比較有趣的病叫 而且他吃的東西跟人家不一樣 其中一石屁 其中一個是吃冰塊 還有一個人喜歡吃 吃土 真的有人咬甜蜜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 每次要含著冰塊 一個女生 所以他可能也有子宮肌瘤 或者是 不能說 應該是說他比較慢性的嚴重貧血 他自然而然就會喜歡吃冰涼的 另外他會找一些含鐵質高的東西 但是吃一石屁 吃一些 那個是在比較落後的地方 我還有看過人家 啃那個 沙發的 對 我有看過 老外 那可能是另外一種意思 厲害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邀請的帥哥好辣醫師團 成為病患心目中的名醫 竟然都是巧合 誤打誤撞出來的 今天好辣醫師團們 就要來向觀眾坦承 其實他們真的沒那麼厲害 三位藝人又看過哪些厲害的神醫呢 在這邊要恭喜江醫師 這是第一本書嗎 還是第一本 第一本 這邊有36本 對 好精神喔 開始追 你父子面前賣文 你知道嗎 這是一天一滴日嗎 當中想這個題目就想很久了 為什麼要寫要寫這個東西 其實回國的時候一直想要寫一本書 但是一直不知道要寫什麼 當然因為有人想要 想要知道我的求學過程 有人想要知道我怎麼長大 怎麼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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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想知道你求學過程 結果後來就決定寫這個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比較注重 要怎樣活得更健康 活得更久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最可怕就是 人在天堂 全在銀行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要怎樣可以活得比較長 活得比較健康 我都會說 你把那個十大事情翻過來看 第一名癌症 其他像糖尿病高血壓 通通都在裡面 我在這本書裡面就是介紹說 維他命D 它是怎樣 誰要讓你 裡面都有一些詳盡的介紹 是 那一滴 A B C D的滴 不是一天 通常不只一滴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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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尿一滴 有嗎 來 我們恭喜 醫師透過問診了解的病情 有時候 醫師多一份關心跟詢問 便有助於了解病情 但有時候也會誤打誤撞 會 意外遭遇其他病 病患眼中會成為名義 我分享一個故事 他是和我同屆的 他那個時候和我一樣是總醫師 我在急診他是外科 那有一次我在急診上班的時候 就來了一個中原男性 來講肚子痛 一陣一陣肚子痛 來的時候痛起來 整個人就彎起來 好像痛得很厲害 那等一下又好了 所以我那時候看了起來 一開始也看不出所有人 講說大概只是個長腳痛 也沒有發燒 也沒有吐 也沒有拉肚子 那肚痛打了一個止痛針 就給他觀察一下 可是等一下他又來了 哇 腿痛很痛 就想多一點 難道是像腎結石 腎結石有時候 有可能會這樣痛 做了超音波 不像腎結石 後來做很多檢查 實在看不出來什麼原因 好吧 沒辦法就做電腦斷層好了 結果斷層一做 哇 超乎我的想像了 原來他是一個 大腸包小腸 我們的腸子一段 進到另外一段床這邊 通常是小腸會 炒到大腸裡面去 他比較奇怪 他是大腸套大腸 所以這種腸套蝶 其實在小朋友其實不算那麼少見 小朋友長套蝶 常常我們用灌腸的方式 把它推回去 或許觀察就可以解決 就不用開刀 可是大人長套蝶 和小朋友長套蝶 造成的原因 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大人長套蝶 基本上我們就不太建議用 灌腸把它推回去的方式 大部分是需要手術 所以我一看大人長套蝶 這個不常見 就馬上去找我的這個 當天外科的 uncle 值班的醫師 剛才是我同梯的 大家很熟識的 那個很優秀 非常一個非常優秀的一個同事 就請他下來 結果他下來看過之後呢 發現確定長套蝶 就要安排 解釋完就要安排手術 可是他非常非常細心 他發現這個病患不僅是肚子痛 他病患在就試診的時候 發現這個病在嘴唇 和他的這個口腔黏膜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 黑色素的沉澱 所以大家或許有時候 會碰到某一些人 嘴唇上面有很多黑漬 有時候你把他嘴唇翻起來 在牙齦 我們的口腔黏膜裡面 也有很多黑漬 這個是一種遺傳性疾病 這個遺傳性疾病 我們叫PJ症候群 它會表現在很多系統上面 在皮膚上 在黏膜上 在我們的消化道上 它都可能表現一些病症 那消化道最常見的 就是有很多的息肉 很多的息肉 那因為有很多息肉 所以蠕動會不正常 它有可能會造成 腸子套在一起 那這些息肉 有可能會造成癌症病變 而且他的癌症病變 幾乎會 因為他一看 腸套疊 發現他的嘴唇上面 有些黑色素沉澱的 他就馬上問說 你有幾個兄弟姐妹 病人講說 可能有三個還是四個 他說請問你的兄弟姐妹 有沒有像你一樣 嘴唇上面很多黑色的唇膝 他說有 因為我剛吃完 吃麻麻 也有 那醫生也告訴我 這是遺產疾病的 可是醫生說 這個如果沒有怎麼樣 就也不用理他 有些醫生可能這樣 跟他 那他就很熱心講說 他說這個沒有錯 如果在小時候 不一定要理他 是沒有錯了 可是因為你慢慢慢慢 長大的時候 你在腸胃道的這個 洗肉 他有可能會造成癌症病變 而且他的機會是很高的 所以他不僅在幫 這個病人在準備 宿前準備 他一直叮嚀 這個病人跟他的家屬 他家屬我記得是他媽媽 帶他來的 所以你一定要請 他的兄弟姐妹回去 要去定期做大腸鏡的檢查 所以他就一直在叮嚀 那後來這個病人準備好 就去手術了 手術後其實他是總醫師 他只是組織醫師的 協助的手術醫師 那最後他幫病患照顧傷口換藥 然後一直到病患出院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叮你 一直在叮 所以你千萬不要認為說 你現在沒有怎麼樣 就不會怎麼樣 如果你可以預防 早點預防的話 我們就可以免說 後面大手術 大概過了半年左右 這個病患 他媽媽和這個病患 還帶來另外一個 兄弟姐妹 跑來見識的時候 賈醫師 賈醫師 你還記得我嗎 我說不太記得 他說我們就是有的是什麼 他說我說 我說好像有點印象 然後我說是不是 長濤姐手術的那一位 他說對對沒有錯 我說現在恢復還好嗎 他說恢復非常非常好 我說今天有什麼事情嗎 他說沒有 假醫師 您記不記得當天晚上 你幫我們找到那個 會診的那位年輕醫師 他說你能不能幫我們聯絡一下他 我們想跟他說幾句話 我說好 我就幫你聯絡看看好了 結果後來我就請那個同事下來 結果下來之後 病患的母親站中間 開到病患可能站右邊 另外一個兄弟站左邊 三個人 就真的對我們那個很年輕的醫師 為什麼他後來就回去了之後 他後來突然就想到這個醫師 一直在提醒他們 所以他就把他的家族裡面的幾個兄弟姐妹 就真的請他們去常委哥做追蹤 結果真的就有一位 就是剛剛站左邊講 站左邊那一位 就發現大腸的席肉有變化之後 醫生就幫他做切片 切片就是 所以他就很快的接受了手術 很早期 所以醫生剛剛講說 你後面這個追蹤就好 你可能癒後會很不錯 所以已經看 長套疊病人開到半年之後 三位家屬來 對那個年輕的醫師 深深的鞠躬自協 看得我很慚愧 我都沒有這種生意的傳奇 這年頭 當名醫是危險的 因為通常上了一週看 才會變名醫 那所謂的深醫 常常後來查清楚 都是密醫 不是講真的 因為法文哥下一集 就要上一週看了 我們要先消毒 可是我常常講就是說 要當什麼醫 當良醫 良醫不是大家想 其實對得起自己良心的醫師 我剛剛講 賈衛宜剛剛講的其實就是 我覺得一個好的醫師 在年輕住院醫師時代 就看得出來他的未來 我現在講就是 你不用講 你靠寫書的好了 但是我要講 但是是認真的 我覺得我們以前 當住院醫師就知道 哪個同學 大概同儕 在年輕訓練時代 會不會有成就 大概就知道 之前我也是年輕 住院醫師時代 那時候 因為在大醫學中 就是這樣子 前面是老師看 門診看完 就收進來 我們其實是在後面顧家的 進來就做一些評估 有的要開刀就怎麼樣 這是一個比較年輕的case 才三十幾歲 其實他來的主述是什麼 你一開始會在腸胃科晃一晃 有的腸胃科簡單的開個藥 這是二十年前的case 現在大家都知道 可能是婦產科的腫瘤 於是會到婦產科看 婦產科果然在門診超音波 因為那時候是 比較年輕的醫師看 一看到 肚子有積一些水 而且卵巢有兩顆大大的腫瘤 超過十公分 開玩笑 報告當然寫卵巢癌 老師一看到 因為那時候主治醫師 超音波通常不自己看 一看到報告寫 疑似卵巢癌 接下來不是什麼 收住院 那我們就收住院 可是我們入院 我們會先看超音波 我一看到超音波的影像 因為我那時候 比較新年 第三年住院醫師 一看到超音波影像 就不太對 因為我們的卵巢的腫瘤 其實長相還非常多元化 如果是裡面 卵巢自己長出來的腫瘤 它比較實心 看起來就整片的黑白白的 那個一看就不對 我們叫Moss Eaton Moss Eaton 它比較像是轉移來的 轉移來的 它是從那個卵巢的血管進來 所以它從裡面會空心吃掉 所以看起來就變成 很像乳酪一個空洞一個空洞 所以那個卵巢腫瘤 跟一般的卵巢癌的腫瘤 是不太一樣 那我們一看 我就說這不太對 因為本來是要排開刀 我說如果這種是 從外面轉移來的 那就要查看看 因為仔細一問 當然腸胃不好 我們卵巢到後面其實很多 腸胃都不好 因為都吃不下去 那我們還是例行性 最常見的還是 所以第一個我就先排 因為我問了一下 那個瘦的樣子怪怪的 我們先排那個腸胃鏡 腸胃鏡一看 因為那時候很認真 像現在就不會去根據 他們腸胃鏡在看 我們現在懶得開 就直接開給他們就看 我們跟過去看 那個非常典型 我們叫John4 John4是什麼 它其實是 胃的淋巴癌 胃的淋巴癌 其實它會在胃的黏膜下 撐得很大 所以它的 我們胃本來有皺褶 皺褶是為了消化跟膨脹 但是它這個淋巴癌 把它撐起來 那個Fold 就是那個皺褶 就變得很寬很大 所以一看大家就知道 這大概是淋巴癌 大家可能覺得 都是癌有什麼差 不一樣 其實是淋巴癌的話 它下一步是化療 它不用開刀 如果是我們一開始 我們會把它開光光以後 然後才知道淋巴癌 那可能後面還是做化療 可是你會多開一個刀 所以這就是順序的差異 當然主治醫師很謝謝我們 因為我們 不過我覺得這流程上 本來我們就是把關的人 如果照比較年輕的醫師接了 軟好癌 那就開進去就好了 所以這個Case有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那時候內部教育 總醫師也請我們要說就是 其實每一關都要守住 這就是大醫學中心的 品管的一個重要性 聽你這樣講起來 就是天才白是一線錢 擁是名義也是一線錢 對 所以你就判斷對了 就是個名義 白阿一刀了 因為我算起來是相對 比較年輕就出名 就是因為 應該說是 跟著瓜哥 他比我早了 但是我們合作是非常難 對 瓜哥那時候是20年前 但是我更早是在跟趙寧 所以其實已經28年前了 28 9年前 所以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就出名的關係 所以病人就會跑來門診 等於有點像 也說挑戰也可以 或者是這個 不是說故意拆你擂台 就來說醫生 我說你有什麼問題 他說 沒什麼問題 我說那沒事你幹嘛來我門診 他說我拿你的書來簽名 我心裡想說那就簽吧 還有什麼問題 他說也沒什麼事 不然就做個抹片好了 我心裡想說 我門診也不是那麼容易掛 你跑來做個抹片 這什麼意思 我心裡想說 那真的都沒別的問題嗎 他說 好吧 你既然這樣說的話 我告訴你 我去每一科都考他們一個問題 但是目前還沒有答案 他說 他說我全年365天都吃冰 為什麼 我說 他說 那我以前很多科了 那你比較出名 我說等一下 我看你臉色很蒼白 他說是啊 我平血我知道 我已經在寫一科看了 我平血 我切鐵性平血 我說那你覺得 你業勁量多不多 什麼叫多 什麼叫少 我不知道 我說 不要跟別人比 別人怎麼去比 他是來吵架 他是滿客氣的 他就說 那可是我說 你不要跟別人比 因為沒有辦法比衛生品的量 你比你自己 你比從前沒有多嗎 他說我好多 已經好幾年了 我說好 那再更早以前 你這樣講 我覺得有算比較多 我說我第一個 我還是歡迎你子宮肌瘤 因為我那時候看他的眼睛 那個睫膜跟那個手心 我就說 你錢不是應該 可能在七 八之間而已 我說你平血應該滿厲害的 我就說好 那你剛才問題我先不回答你 你先做抹片 抹片同時就可以內診 我說你這個子宮變大了 應該有子宮肌瘤 去照超音波 照回來就子宮腔裡面 有一個6公分的肌瘤 這6公分肌瘤其實如果在肌肉層 算中等而已 但子宮腔算很大 因為子宮腔平常是貼在一起的 如果到撐到6公分是相當大的 我說你出血量應該是多 他說好 因為他說真的亂不清楚 什麼叫多 我說那我覺得你每個月 應該留掉很多 好了 我說我告訴你 你為什麼愛吃冰呢 因為 我說為什麼 我說你知道有一種叫潛水反射 他說沒聽過 我說潛水反射就是 你潛到深海裡面 瞬間碰到冷的狀況之下 你的心跳就立刻減慢 那血液 周邊血液都開始變少 血液集中到腦部出來 就是這樣子 那這時候膠感神經 也是會興奮起來 那也會讓腦部血流增加 所以你吃冰的時候 你腦袋會比較清醒 比較不會昏昏沉沉 因為你貧血的時候 昏昏沉沉嘛 我說有一個研究是 把那個貧血的人抓來說 做那個敏捷度 或者警覺性的 這種反應的測試 還有專注力的測試 那發現說 如果你用溫水給他們喝 它沒有什麼改變 跟喝不喝一樣 可是如果你給它冰水的話 它立刻 所以可以想見說 因為吃冰可以讓你 警覺性提高 所以你全年都愛吃冰 因為吃冰會讓你比較舒服 然後大家比較清醒 我後來我就跟他說這樣 你用子宮鏡把這個肌瘤開掉 開掉了以後 那個貧血減少以後 後來果然過了幾個月 他說真的 我現在吃冰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最後完全就不再吃冰了 我說你知道有一個 這個冰叫做 刺冰屁 或者石冰屁 或者石冰鎮 就是喜歡亂吃這種東西的 你就是主於這種人 他說那你還滿神奇的 我說其實也沒那麼厲害 剛好 剛好你被你考到 他說可是我已經考很多醫生了 我說 你這個是剛好問到 所以說我發現你是貧血 他說 也意外發現說 貧血是來自於子宮肌瘤 那子宮肌瘤 貧血之後 造成了這個愛吃冰 所以很多愛吃冰的朋友 其實你可以去查查 去寫一科看一下 或者甚至婦女朋友 再婦成人看一下 你會不會是貧血 所以證教的時候 補充一下 其實我以前念書我就發現 我個人診斷 因為她最寒冰床 所以她吃完 那是溫度 我是認真的講 然後另外一個證教的時候 這衍生出來 認真 小龍女應該有子宮肌瘤 對 而且她兩顆 但是證教的時候衍生另外一個 比較有趣的病 叫 而且她吃的東西跟人家不一樣 其中一石皮 其中一個是吃冰塊 還有一個人喜歡吃 吃土 真的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每次要含著冰塊 一個女生 所以她可能也有子宮肌瘤 或是貧血 不能說 應該是說她有比較慢性的 嚴重貧血 她自然而然就會喜歡吃冰涼的 另外她會找一些 含鐵質高的東西 但是吃一石皮 吃一些 那個是在比較落後的地方 對 我還有看過人家 啃那個 沙發的 對 我有看過 老外 那可能是另外一種一石皮 真的 真的 你剛才講那個 就是意外發現 像我姐 她從小就是月經量非常非常多 然後到了大概 差不多40歲左右的時候 她就有一次覺得 她就是這一陣子 就非常非常的累 然後臉色也很不好 然後就一直 後來就覺得 她應該是肝有問題 結果她就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幫她檢查 其實肝功能也沒有真的很好 但是也沒有到 很誇張的境界這樣 可是後來呢 醫生就跟她講說 我覺得妳還是去照一下超音波好了 然後結果我姐就說為什麼 她說反正妳就照一下好了 結果一照 就突然發現原來她 長了一個大概是不是 十公分的 子宮肌肉 醫生就說 難道妳都沒有發現妳肚子變大嗎 我說沒有啊 不是就是人老了就是會變大嗎 然後她就說 難道妳沒有發現妳的月經這樣變得很多嗎 她說可是因為我真的從小 就是非常非常誇張 因為我記得她小時候是那種 可以痛到那種你知道 沒有辦法上學 然後不然就是她可能每隔一個小時 就必須要去換 後來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才發現原來是子宮肌肉 就把它開掉了 那甄莉也有問題 她很愛吃冰塊 動不動咬冰塊啊 真的 可是人家說咬冰塊 外國研究說是因為 當然沒有 等一下妳講 真的 我有看到一個研究 妳剛剛看是咬枕頭嗎 不咬冰塊 沒有 我覺得Ruby講對了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就是 結合又咬冰塊 但是後來跟她生了以後是幸運不滿 但是也是子宮肌肉 所以妳過寒冰塊 沒有關係 但妳咬冰塊 用咬的 用咬的真的就不行 妳就講下去 好像觀眾就要自我檢視了 對啊 真的 這種天氣還在咬冰塊 就要注意了 其實剛才大家一直在講一些神醫 都是一些意外發現 其實我真的覺得神醫 是要天時地地人的 當然還要靠實力 其實剛才包瑞在講 其實兩醫跟那個用醫 常常都一線之隔 所以兩醫只是比你多做一步 他就不小心發現一些事情 但是可能說 有時候還是需要一些天地人 像我每天那個鄰口場 最有名的一個神醫 大家那時候 全台灣的植物人 通通被送去他那一邊 就是因為剛好發生一個槍擊案 有一個人 蹦一下三分 就送到醫院去之後 後來被他救醒過來 事實上只是因為剛好 打的那一槍 剛好沒有 沒有中那個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妳就覺得很不屑 我沒有很不屑 我非常地 我非常地羨慕他 當時就說看的就是 完完全全憑運器 對 照顧得也很好 但是我只是說 有時候真的就是因為 病情就是這樣 因為其他送去其他醫院 都掛掉 就送他來這邊那個就醒過來 當時如果有一個師父器的話 就是師父的貢獻 對 就是這樣 就是天時地地人和 其實我們有時候 也是會有這種運氣 像我自己在 前幾年也是有一次 運氣也是滿好的 他說那個一個病人來 盲腸炎 因為盲腸炎對我們科來講 是常常遇到的 他就盲腸炎收到我們的急診室 他40幾歲 他太太陪他一起來 那時候我手一摸 覺得很明顯的盲腸炎 抽血的血液很高 我就跟他講說 那可以開刀 腹腔鏡 現在開完就開完了 好就馬上去開刀 那我們開刀有個習慣 就是開完刀都做完了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腹腔裡面的巡視 就是因為有鏡子在裡面 我就整個就順便幫他看一看 結果我看看底下沒事 往上看一看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腫瘤在肝臟突出來 有4公分的大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上面有一顆腫瘤 我還覺得很怪 因為其實就沒有任何預期 因為病人本身沒有B型肝炎 也沒有腺型肝炎 因為我們開刀卷會問 你有沒有什麼毛病 都沒有 就看到一個肝臟腫瘤 那我就把他太太叫進來說 有一個肝臟腫瘤在肝臟很奇怪 我說你以前知道嗎 不知道啊 從來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說那我順便幫你切片一下 所以我們就用那個腹腔鏡子底下 就幫他切片 結果他馬上也打得很快就好了 後來回門診一看 那顆竟然超意外 竟然是肝臟 所以兩個禮拜之後就再進去把它開掉了 那家屬當然很感謝我啊 想說哇塞 他只是盲腫瘤炎而已 結果後來竟然發現肝臟 結果還很好 就只有那一顆 其他都沒有 這當然如果再擺下去 七八個月之後再來 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就剛好一個盲腫瘤炎 好像是上天給他一個警示一樣 所以家屬很感謝你嘛 所以就寫院長信箱 而且幫你到那個零幾天到處宣傳 所以後來那兩三個月 我來了好多那個肝臟的病人你知道嗎 而且你知道嗎 大家都很喜歡乙兒傳的 你知道嗎 我明明就是開刀進去 然後不小心去看到的 後來傳承後來很厲害 人家就說 江醫師你超厲害 我們鄰居都說 他到急診室裡面 你用手一摸就知道他有肝臟 這比他隔宮取藥還厲害 他說這樣子嘛 這第三個更誇張 他說現在我們那邊都傳 你只要看到病人 你就知道他有沒有肝臟 我那陣子感染病人爆多 這個是這樣子 對 因為大家會乙兒傳的 事實上我就不是 我是開刀進去 不小心繞上去才看到的 可是大家一傳就會一直渲染 對啊 也是歸功也滿仔細有去幫他看 有的人懶得看就沒有 對啊 其實後來大家渲染 我也沒解釋了 我都沒有看 好誠實 一天露一滴 一天露一滴 那個案呢 他來的時候呢 因為我覺得現在全台灣最關心的瘤 不是什麼肝臟腫瘤 而是瓜哥腦袋瓜那顆 血管瘤 那塊血管瘤 因為其實我要先分享一個就是 那個他也差不多快60歲的一個男生 那他來的時候呢 他因為就是這個節目的忠實觀眾 所以他就有印象說 因為他本身也長了一個瘤 但他是在更深層 大腦核那 基底核那地方長一個瘤 差不多是一公分多 也是滿大的這樣 那他自從知道呢 瓜哥跟他一樣都是呢 同流合併的時候呢 他就注意特別注意說 要睡覺 要睡好覺 因為你睡不好覺的話 你不能跟他和平共處 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我分享就是他在更早的時候呢 他其實來的時候呢 有一種痛叫你不知道我的痛 但有一種類叫你不知道我的淚 那叫慢性疲勞症候群 慢性疲勞症候群 他其實非常干擾的這樣子 因為本來一個好好 他是一個企業一個小企業家這樣子 造成他根本沒辦法好好工作 因為他注意力會降低 他的喉嚨 肌肉 關節都會疼痛這樣子 那這種疼痛一定會先去找家醫科 或其他醫生去看他了解這樣的狀況 但呢其實都沒有辦法 能夠改善他這種疲勞 然後他一定會合併那種情緒障礙 那我們知道其實 我們常常在講到情緒障礙的時候 我們要鼓勵大家多出去運動 但如果你是碰到慢性疲勞 症候群的時候 你鼓勵他運動的話他會更累 所以如果第一個你就要先區別 它是一種情緒障礙 造成他不想動的累 還是慢性疲勞症候群造成他的累 那後來我們做了很多檢查以後 比較確診 他是屬於慢性疲勞症候群 我們要開始要真正訓練他放鬆 除了晚上睡好覺之外 他還要放鬆 那那個放鬆的時候 大家最常用的一定就是 複視呼吸的方式 它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 慢慢吸氣慢慢吐氣 一般我們會看到說 在複視呼吸的時候 大家臉部都會有一些粉紅的現象等等 因為他讓他整個血液慢速流動 我們發現在訓練他複視呼吸 他的嘴唇和他指甲是有點紫色的 那沒有到黑色 但他就是一種紫色 他自己也覺得說 他最近講話 嗓音聲音有一點點變這樣 那我們就心想說 你既然這樣子的話 你在呼吸的時候 怎麼一吸氣一吐氣的時候 人家是粉紅色 你怎麼是紫色 我們建議他說 你就是轉整 幫他去看一下胸腔科 大概半年之後 然後他回來說 他就跟我們講說 發現他胸部 肺部那地方長了一個腫瘤 所以在呼吸的時候 如果你注意到 你的嘴唇或指甲 是一種紫色的時候 那種就是一般 我們常見的 那就要稍微注意 因為呼吸這種事情 是很簡單的這樣 然後疲勞 大家也常會覺得 工作很疲勞 也是很簡單 但是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要注意了 那天我去錄一個健康節目 其實他幕後製作 就突然跑來跟我說 保養醫師 我跟你說最近月經常常亂 那我就說 那我們月經亂幾個常見因素 那個包含 還有一些壓力等等 那我就說 其實如果假上線的話 心跳會比較快啊 那我就說那我先擺一下 因為在現場沒有辦法 那女的對不對 對 女的男的 會有月經的異常 你覺得是誰啊 所以我就擺一下賣 其實我說心跳速度還好 可是我覺得那個 游洗了 還不會把這個 但是我覺得那個壓力有點大 就是我覺得你血壓 可能會比較高 那你要小心喔 你要去測一下血壓 那剛好另外一個 腎臟內科在 我說你血壓如果剛好在 他整座在附近 你就先去檢查看看 他說真的喔 那我就檢查看看 兩個禮拜又回來 跟我說保養醫師 好險你那天跟我聊聊天 順便弄 因為他已經很不舒服很久 但他只關注在月經 結果是怎樣呢 原來他真的高血壓 那血壓一百六十幾 快一百七 但是他平常 雖然我們做健康節目 他不一定會去量 所以以後健康節目 現場要放個血壓劑 真的每個人進來先量一下 一百六百七 再三十幾歲女生太高了 那果然一查 果然是 剛好是腎臟 腎臟的血管 受到一些阻塞的時候 其實那血壓 又莫名其妙高 尤其是在年輕女性 所以那天真的是機緣巧合 我們就在不疑處有疑 就是一個月經的異常 聊一聊 竟然就找出他的腎臟的疾病 而且他腎臟已經有輕微的病變 所以那時候去找出來 其實早點處理 是會是好吃的 這段故事是告訴我 沒事要多找醫師聊天 聊聊就是個地方很多 剛才講到指甲還有嘴唇 對 變指甲指甲 那個顏色 不是你動脈的顏色 也不是你靜脈的顏色 那是 不是心臟的問題 就是肺的問題 所以你看很多先天性心臟病的人 他們為什麼會嘴唇發指 指甲發指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看你自己的海岸量夠不夠 或是看你尋找海外 你就看你的指甲就夠了 有人說指甲這個白的地方太白的話 就是肝有問題 是真的嗎 那個你要問那個中醫師 中醫師 我們西醫師可以看 沒有耶 可是我聽到是如果指甲有一塊白的 就表示你應該有 為什麼會嘴唇 為什麼 剛剛講到心臟病 就是我覺得像我們的觀念就是 覺得頭痛一痛 然後腳痛就移腳 我大概在二十歲的時候 那時候在很積極的減肥 然後就每天只有吃那種蔬菜水果 結果我就發現 長期這樣下來以後 不但沒有瘦 然後身體變得很腫 可是腫我就積極的去運動 然後喝水 然後我尿尿什麼都很正常 結果有一陣子之後 我就發現我的腳 小腿過中午之後 就早上起來都細細的 然後一過中午之後就開始腫 然後腫到連腳後根都會痠 然後假如你站的時間久 連腰都會痠 就是上下都不舒服 可是我那時候想說我年紀這麼輕 然後應該不是 我們就先去看腎臟 因為想說想水腫應該先看腎臟 就腎臟也沒有問題 結果那時候還是很積極的想減肥 就覺得這樣的腳腫就不是辦法 結果我媽就帶我去看一個老中醫 是那種老式的房子 還有院子的 還推沙門 結果我就一推進去之後 就那個中醫一看到我 他就說 你是不是來看心臟的 我說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來看心臟 他說我先跟你講你心臟不好 我就說我心臟沒有不好 我從小就是那種非常健康寶寶 而且我就能動 然後也不會喘什麼的 他說你不相信我沒關係 你去心臟科去照一個 去照一個那個超音波什麼 你就知道你心臟不好 我說沒有沒有 我是來看腳的 那個我腳水腫什麼很嚴重 他說你先去看心臟 然後過來跟我講 結果我就有跟我媽兩個想說 怎麼可能 因為你說腹科或是說 什麼心臟我從來都沒有問題 結果我真的就是說 我們去看一看 我們就不信邪 就去看了以後呢 二間半磨脫垂 結果心臟科醫師說 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這個就是體質的關係 那你年紀越大 你就會可能會狀況越好 但是有幾個就是要非常注意 就是你的飲食習慣 然後還有睡眠 然後還有就是情緒 所以其實後來 我們再回去看以後 才從飲食上去調整 就好比說你的蔬菜水果 是吃太多 因為心臟沒有力氣 你的蛋白質太少 所以慢慢後來變說 去找營養師 然後把對方飲食調整好以後 水腫就自然就消了 對 所以我覺得那種醫生就是 他不用碰你 他觀其向 他可能其實就會知道 你大概有什麼樣的症狀 對 我覺得那就是很厲害 而且其實就是 對病人來講運氣很好 剛剛提到是說 有很多醫生 他就是缺有專精 或者是非常仔細 他就意外診斷很多疾病 那我先提到這個 這個是我學弟的經驗 他真的是 那怎麼說呢 就是說有一個年輕的女生 他不是真的好意思 他38歲 他一個年輕一個女生 然後他來他門診就說 他下腹部會痛 兔子流氧會痛 他長期有便秘 他覺得說他腸胃不太好 那我學弟就問他說 那你說不是懷孕 會不會是最近有生理期什麼時候來 他說他生理期剛剛來 他不是懷孕 然後他但是他覺得 他腸胃有問題 常常肚子的地方痛 而且長期便秘 他覺得應該來做個檢查 那學弟就幫他排一個大腸鏡檢查 坐進去的時候 但腸子其實沒什麼問題 不過因為學弟他剛生組織醫師 第一年的左右 他技術不是很好 他坐大腸鏡 坐到差不多30公分的地方 就坐不進去 那其實那個角度 看起來也不是很困難 黏膜也正常 也沒有腫瘤 照理說應該是很順利的可以坐進去 他在這邊怎麼做怎麼做就坐不進去 那他自己心裡有點心虛 覺得說大概是我學歷不經 可能沒辦法成功 大概差不多試了他 快將近一個小時 後來找了很多學長來求救 就是說看什麼人來幫他接手 結果大家都忙 沒有人有空去幫助他 他後來就想說 好吧那也不要硬著頭皮做 我們就把管子拿出來 大腸鏡就拿出來 然後就起來就跟病患解釋 就說剛剛坐那個大腸鏡 你那個地方坐進去 我覺得有點問題 可能沒那麼單純 我們再回門診排檢查好了 回到診間的時候 他就跟病患講 他會不好意思明講 跟他說什麼 可能我技術不好 他就不敢這樣講 他說那我們來幫你進一步 做那個電腦斷層檢查 然後電腦斷層做檢查起來 發現他腸子沒什麼問題 但是呢 在在骨盆腔的地方 看到一個好像化膿的東西 大概一兩公分大 旁邊還有一些積水 他這樣看了 盯著那個螢幕看很久 其實也是看不懂是什麼東西 他就覺得有問題 腸子說大腸來什麼 家姐會看 可是骨盆腔那個附近 他實在是不熟 他就跟病患講說 我覺得你這個 應該去看婦產科 他想說搞不好 就是婦產科幫忙看了 他因為在骨盆腔 他就把他轉到婦產科去 婦產科一看到片子發生 這就是子宮外孕 子宮外孕他破裂積水 然後就趕快跟那個病患講說 你這個好厲害 這個是哪一科轉 他說胃腸科 這胃腸科 子宮外孕都能幫你診斷 這時候他就真的是 就等於是說意外診斷出 這個滿驚恐的 他其實是覺得是燙手山 趕快丟給他 但其實子宮外孕的診斷 不需要這麼複雜 只要病死問清楚 他的異常出血 然後驗個孕 然後超音波就診出來了 那他因為他事先大概 有些病人他講的那個 他都以為月經會來 但他異常出血 他當作正常 有時候也是要靠一些靈感 對 冥冥之中已註定誤打誤撞 變神醫 這個神醫 實在是不好意思 沒有 是請你發言 沒有 其實神醫都是冥冥之中 我一直覺得這很有趣 應該是那一家公廟跟我們 有病人被我們指引過 有合作關係就對了 我以前我有老師 他真的特別跟我講 他就是在中南部某一家 每一次都跟我說 你要到台北 台北中山 中山南路 就是台大醫院 中山南路只有一家大醫院 就是台大醫院 你要找一個信仰的 那時候剛好主治醫師 只有一個信仰的 每個都來找他 那時候不孕症什麼等等 這老師講給我們聽 那時候我們聽也是 老師講笑一笑 他覺得說應該是 有那個公廟的住詞或什麼 他把它譯好 所以就拼命轉介 因為我那時候才 還沒有生正式VS 我們可以看診 一個禮拜才一診 然後就有Case來 那個是個子宮檢查早期的 癌症重大疾病 通常你到大的醫院去 一定會打聽好 要給某某人 其實你不會直接 隨便掛一個人進去 所以他出來找我的時候 我說這個大概零起來 雖然我的study 那時候也是在做這方面 我說你這零起來 其實基本的處置是做 椎狀切除其實就可以了 可是你如果不放心 可以做整體子宮的切除 因為他也快50歲 他就說 其實他聽完我解釋 他願意做 以往我們的經驗 你如果年輕醫師就知道 我們很認真解釋完 然後他媽媽過一陣子 會出現在別的老師的 結果下禮拜回來 還真的照時間約了來開道 那時候心中默默的感動一下 就覺得其實我們應該是 談吐得當 結果後來跟我說 陳醫師其實 我要來看你之前 已經我們家神明 我拔過背了 神明說 去這家醫院可以 然後確定排道的時候 他又再去問住室 住室說 你去這邊瓶子 你要找裡面的名字 就是你了 就是你演示這麼清楚 那時候整個不產科 只有我的名字有個人 所以他就開得很放心 其實老實講 這個刀沒有那麼的難 因為我那時候 剛好在參與副將軍 所以他用副將軍的開刀 整個恢復很好 比那時候船頭開刀更好 他就說其實神明指示很好 其實這個case 我印象之所以深刻 其實不要小看 對年輕醫師的一些支持鼓勵 不論他是來自於神明 或者你個人 其實他會給他很大的支持 從此以後又有如神助 開刀就很高興 一直開下去 這是奇異耶 結果分享一個 其實更好玩的 其實冥冥之中 因為瓜哥 我們現在這個節目 太有名了 其實在北美很多 我那裡有一個 他有一些子宮頸的病變來看 61歲 那我看一看 看完以後解釋完 他說 果然 我們家老婆爺講的是對 老婆爺 老婆爺都出來了 那61歲嘛 我想都 還有人比他大嗎 他說 陳醫師我跟你說 你們常上《醫師好辣》 這個節目在北美收視很好 我媽 特別叫我 一定要來看你 他說 你媽 我想一下61歲 你媽 你一定要來台北看 某某陳醫師這樣子 結果解釋完 果然母就給他一個很好的答案 他其實是在觀察一下 不是可以很好的價錢 國外回來了 你知道航行 其實我們外科醫師真的很辛苦 你知道嗎 朱瑞醫師五年的training完之後 當組織醫師的前兩年 幾乎不會有病人給你看的 很少 因為給你看的時候 會來 他不舒服會來找你 可是你跟他講要開刀 他馬上就跑掉 就跟保安哥講的一樣 我們說我們 診斷十個癌症 大概會跑掉九個 剩下一個就是你親戚而已 為什麼他們要跑掉 沒有 因為他們覺得 比如說他乳癌就走快來 經驗不夠 你年輕啊 他一定去找老師 不然就去台大 榮總那些醫院 根本就不會留人給你看 所以那時候其實 以前我就習慣 以前我們只要遇到 因為那時候 我對乳癌比較有興趣 病人進來乳癌 不要診斷出來 我跟他病理報告出來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解釋很久 從一開始解釋到最後 一個病人我可以解釋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 可是都沒有用 下個禮拜你會難過 那時候病人真的很少 對 真的很少很閒 然後下禮拜來 就跟你拿病理報告就轉走 所以後來我都習慣了你知道嗎 剛開始我還 後來我那個病人來 就是因為有些病人 他還是有一點羞恥性 你知道嗎 不是啦 他會不好意思啦 他聽你解釋這麼久 他下禮拜又跟你拿病理報告 他會不好意思 我還主動跟他講 我說不用不好意思 病理報告給你 他沒關係 你要去哪裡也沒有關係 我都知道他們大概就是 他們會那種臉色這樣子 對你好像不好意思 就是其實他要去找別人 結果後來就有一次就開始 很奇怪 那個病人就很怪 他也三生幾歲而已 又是乳環跟硬塊 其實我還沒切片我一摸 我就知道他是乳癌的 但是還是要切片嘛 切完之後 隔一個禮拜之後 就是乳癌嘛 就跟他講一講 我還想說 我不要耽誤他的時間嘛 反正他這禮拜拿走病理報告 那下禮拜拿走病理報告跟我一樣嘛 我就說如果你要拿病理報告 我現在就給你 不用等下禮拜再 不用再演 對不用再演 我就直接給他 我就說那個病理要拿給你 你可以去問一下別人的意見 沒關係 我想說都因為很習慣了嘛 結果下禮拜他自己掛號又進來 說他想要安排開刀 其實我真的很訝異你知道嗎 因為他才三十幾歲 我本來以為是他被我的真誠打動 我想說奇怪 這個月終於有一刀 他說真的很少 但是我是很好奇啊 我說你沒有去問其他醫師的意見嗎 他說有啊 他有去問其他人的意見 但是不是醫師 是媽祖的意見 他是新媽祖的 所以他們等一下去拜媽祖 媽祖說可以給我看 就把我的名字丟在那邊 咚咚咚咚 而且很快 馬上就三個聖杯說可以給我看 就真的很怪喔 就那半年喔 我覺得我真的很有神明緣 那半年真的好幾個 都是神明指示來的 所以我在這邊 我真的很謝謝那個 王母娘娘啊 媽祖 新竹的陳王爺 那半年幾乎都靠神明在撐了 這個電子真的很少 兩句事也都開好了 對 重點事都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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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早期真的二三生年 我會覺得很多時候 真的是來拿報告走的 那現在是一大隊 拿了別人的病理報告來說 請你幫我開刀 這一定的過程 所以我跟年輕醫師說 不要緊張啦 時後到你就把自己充實實力 時後到他們就會找你 因為我們都走了 你不可以休嗎 我們是誤實的 但是呢 我要分享一個 也是說 我們在門診 精采看到說 他們說他們是職交杯 問神明來的 對 看來習慣了 確實壓力都會有 就是說 那你如果他這麼姓神明 來居然出任何和平症 慘了 他會對他的神明失去信心 你知道嗎 因為神明只是錯誤 怎麼找到這個龍宮 開得不好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要小心 盡量不要什麼傷口感染 不要有任何問題 盡量分享的是另外一種 是說 我們根本就沒有幫不上什麼忙 但他居然說我們很厲害 就是有病人 他說來跟我說 醫生我已經 三個月都沒有來了 我說那這樣驗孕嗎 他說沒有啦 不會懷孕 我說還是要驗一下 驗就沒有 我說好 那你雖然是四十多歲 但是跟人一起也不能說不可能 有時候比較早一點嘛 驗一下回來沒有跟人一起 喝什麼正常 我說那這樣子 我們不然就開個吹精藥嘛 他說不過我在外面已經吹很多次了 都吹不來 我說好 不然呢 那這樣我這回 看那個子宮內部厚度 我想估計應該有機會要來的 我給你吹一下 我給你兩個禮拜的藥 結果下次來跟我說 醫生夜精是來的 我說你吃多少天的藥 喔 根本沒吃 回去夠兩天就來了 我還沒吃藥 他說你很神奇 看你一天就來了 神秘 什麼 那結果呢 重點 他跟我分享說 其實前幾年太 我覺得越來越浮誇 對 我想說這怎麼可能 這對他也是宮廟派 那結果他說 其實前幾年有一次也是這樣子 也是我給他藥 他還沒吃就來了 後來我說那可能是壓力減輕 那結果又碰到一次病人 是相反的 他說他不孕 已經看了好幾年的醫生 我說你找說醫生 我幫你轉去隔壁 我是看腫瘤癌症的 好不好 有專家在隔壁 他說不是 我們上次有個朋友說 我找你 就懷孕了 我說 找我就懷孕了 怎麼懷孕了 話要好好講 有點誇張 你是沈玉琳吧 對 結果他說 他說 他說不是 就是你給他排一些檢查 然後他說檢查還沒有做 就懷孕了 我說那是純屬巧合 結果他也說 那你幫我排檢查 我說好吧 基本檢查我可以排 那不然 既然你說好幾年 不然你同步進行 因為年齡不小 我說你同步做一些檢查 那同步也開個排卵 那個什麼 排卵要給你 你就在越精采 第五天開始吃 吃五天怎麼講一大堆 結果過了 差不多一兩個月 跑來跟我說 醫生我懷孕了 我說那你吃了藥 會不會鬆胞胎 醫生我藥還沒吃 我就說 所以我就說你很神奇 我說 你乾脆拿那個香來敗算了 我覺得應該是壓力放鬆有關係 因為我看著算比較輕鬆 我跟他說 都跟他講說 會 你會懷孕的 會 這個你的神明一定會保佑你 會懷孕的 結果可能他覺得說 對 某種醫師也是 純屬巧合 扮演是心靈的 對 他就把你當作說很神奇 我一點點就覺得 其實沒有神奇 我跟你講這醫生講得很對 像我之前有一次感冒 咳到快死了 就每天咳每天咳 然後到處去看 然後都看不好 然後後來有個女藝人 介紹我去一個 一個耳鼻喉科 他說那家你一定看得好 他說那家醫生 真的就是跟他講 說是神明 我也是半信半疑 我想說真的不行 我就去大醫院整個身體健康檢查 看是不是肺結核還是什麼 因為咳到已經真的很不舒服 結果一去 他醫生就說 我跟你講其實這個不是很嚴重 你就是因為 真的你太紅了 真的 有必要這樣 他在電視都看到你 小鐘說你也浮誇 沒有 真的 真的他說你就太紅了 你這一陣子太紅 我看你節目上又主持這麼多節目 你真的太紅 我跟你講你就是壓力太大 你稍微休息一下 我開這些藥你回去吃 我跟你講絕對會好 但說得奇怪 他講完之後 我心情真的滿好 你真的需要秀秀嗎 我要我有吃 但是我真的沒有全部吃完 我的那個咳嗽真的就好了一半 就好了 後來我遇到很多跟我類似狀況的藝人 我也是介紹到那個地方去看 那個耳鼻喉咳 然後我看好了很多的藝人 然後他這邊也都說 因為你最近很紅 所以你要多休息這樣子 心情都超好的 我跟你講這是真的 所以我後來發覺這個醫生的話術很重要 他有時候跟他聊天聊聊 我覺得好像就是 心情上好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覺得他是一個神醫 那後來感冒幹嘛 我都去找這個醫生 像我們現在國健局有推那個癌症篩檢 有各項癌症篩檢 那我們醫院會辦比賽 他在各個護理站會辦那個乳癌篩檢比賽 就是轉介民眾啊 或者是病患去做一些篩檢 那我們那個護理站 他就是那個乳癌篩檢那個落後 他們護理長就有點擔心啊 他講說這是比賽可能輸掉了 他就跟醫生拜託 就說等一下如果你去查房的時候 如果看到女性的病患的話 就建議他去做個乳癌篩檢 去照一個X光看乳房這樣子 然後那個學弟就是聽了就是謹記在心 去查房的時候 就看到第一個他自己的病人 他自己的病人是男生 中年的男性 他是因為肝病來住院 住院的時候 他就跟他講解他的那個病情 就跟他說之後要做什麼檢查 結果他老婆站在旁邊 他這個視線就不自覺就 他就拍拍拍拍拍到他老婆的胸部上面去 他講說這個好像 剛剛護理長跟我說 這個要去建議做乳房篩檢 我覺得他就一直停在那個地方 他就嘴巴一邊講話 那視線是停在那邊 那個病患就 病患就覺得這個醫生好像有點心不在焉 但是他就是勉強就跟他一起 聽他解釋病情 講完之後他覺得好像自己的不太禮貌 就是一直眼睛這樣亂飄 他就趕快問一下那個病患就說 請問一下你太太家今年幾歲 病患一聽就說 這樣了 他45歲 什麼事嗎 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你太太現在45歲 可以去參加這個乳癌的篩檢 我們在樓下有做那個乳癌篩檢 我是建議你去做個乳房攝影檢查 那個病患就說 他老婆就說 還好我自己平常這樣摸也沒有什麼硬塊 沒什麼問題 先生也說 對啊 我每天幫他檢查 也沒什麼問題 沒什麼問題 他們就 後來不過那個醫生就跟我說 我覺得還可能還是很難說 我覺得你還是去檢查一下好了 他就叫他老婆去檢查 差不多隔了一個月左右 後來他的先生就回到門診 帶著水果來 就非常感謝 非常激動的謝謝那個醫生 就說 他老婆就是因為他這樣建議 之後去做那個乳癌篩檢 真的找到一個 林業找到之後就割掉了 就好了 所以他心中還是覺得說 這個醫生非常厲害 光這樣子看就可以看出來 他老婆也真的有問題 因為這個姜醫師沒有對手了 對啊 重點要提醒大家 很多事情要放寬心 樂觀地面對他 許多疾病可能會痊癒得更快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接下來是因為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疾病徵兆有許多相似之處 醫師如何透過病程徵兆 準確抓出疾病呢 好啦 醫師團今天就要來告訴你 三位藝人 又有哪些可怕的生病經歷呢 人體構造其實很複雜 醫師到底如何來判病 今天來告訴大家 醫師如何從徵兆裡面抓疾病 來 前一陣子碰到一個運動選手 運動選手也常比賽 他就覺得我肩膀痠痛 上半身痠痛 很正常對不對 他就說這一年來就特別明顯 有一陣子好一下下 他說除了接近痠痛以外 他說偶爾會臉會麻一下 症狀都不達前 他說你怎麼處理 他說對衣弄一弄 或者國術管喬一喬 休息一下 比較沒有運動訓練的時候 就好一些些 可是他症狀是越來越明顯 發作頻率越來越頻繁 加上他的臉的感覺 他說那個麻的感覺 然後越來越持續 後來他就剛好問到我同學 同學說你就來找我來看一下 所以他從新竹跑來找我看 問完他的病史 我就告訴他說 你這個有可能是一個 什麼叫多發性硬化症 他很少聽到 其實它是屬於一種罕見疾病 它主要是影響到我們的神經 其實我們的神經 有分中樞神經跟周邊神經 我們的神經就好像一條電線 電線外面其實都會包一層皮 對不對 要絕緣 它的影響就是說 因為多發性硬化症 本身就是一個免疫系統 自己打自己 所以它會影響到你的那個 電線外面那一層皮 就我們講的脫水俏 我們的水俏就是 神經外面那個 就是電線外面那層皮 他攻擊完之後他就受損 受損完之後意思是什麼 他的神經傳導的速度就會變慢了 對 變慢之後 他為什麼叫多發性硬化 因為它是一節一節 攻擊完之後慢慢會修復 修復完那一段就變硬了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 他神經傳導速度就很慢 這個不是一個很常見 算是真的是罕見疾病 其實診斷來說 除了我們做一些神經傳導檢查 我們大概還要做一堆的 自體免疫的問題 腦部的還有周邊神經的核磁共振 最重要我們還要做 他腦脊水液的檢查 他腦脊水液裡面有 是自體免疫的問題 確實他真的有 碰到另外一個 他來的時候其實就是一個 中風的現象 三高都有了 中風 其實年紀不是很大 女生 這樣說好啊 那就做個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這奇怪 為什麼他的腦部的 中風的影像 不是那麼的明顯 而且腦部有些脫水翹的 病變的那種感覺 深入一點問他的病史 他說這種症狀 短暫的沒力 其實發生了很多次了 他不是真的是 我們講麻木痠痛 他是一陣陣陣沒力 這次持續時間真的比較久 所以他才跑來 他再問他說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他說偶爾 思路不是很清楚 單眼 這樣子怪怪的 我們就做了很多 包括我們視神經的一些檢查 腦部核食工程等等一些 就發現說 他真的是一個多發性硬化症 而且他 我們講 他會模仿 類似中風的現象 來到你面前 可是如果你覺得 他就是中風 也許他就是中風 可是影像學上面 如果沒辦法配合 或者病史上面 你沒有好好的問 或者病人沒有辦法告訴你 前面更詳細的病史的時候 其實病人就在那邊繞圈 醫師其實就講白一點 我們就看到什麼 就只能跟他說什麼 所以有些時候問診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說 病人可以主動告訴我們說 這些他的病史多久 等等那一些 這樣子其實互相配合 會比較容易找得出那個盡頭 其實多發性硬化症 就是說他當然主要是 腦神經內科醫師的疾病 但是他起死大概有七成 就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有七成的比例 他其實在初期 是會 因為他比較常表現 就是剛剛陳醫師提的 視力的問題 視神經炎 因為這個大部分發生在 比較年紀比較輕 在20歲到40歲的女生 女生 眼睛會怎麼樣 就是說他看東西 就是說一開始當他 運動或者是聲勢 體溫上升的時候 他的視力就會下降 所以很多是那種 他去健身房運動 或者是突然發飆之後 發現什麼視力變差 然後除了視力之外 顏色變色力也會異常 就是看東西的顏色 比較不鮮豔 然後另外比較特別是 他眼球在運動 像我們有時候是 當你很累 眼球運動會比較舒服 可是他是 對 所以如果有這三個特徵 那再加上剛剛陳醫師講的 可能譬如說 全身沒有原因的就無力 或者是麻痺 對 那還有像剛剛陳醫師有講到 就是說好像有點像中風 因為他會有腹下 因為他可能影響到的是動眼神經 或其他的腦神經 對 所以 這種發病會怎麼樣 初期如果是眼睛 他視力就是他視力表現 顏色變色力會異常 對 那當然他們一定 嚴重到一個程度 會來就診 那我們以眼科來說 是會給他 比如說比較大量的 類庫醇治療 沒錯 但是因為他有某一個程度 他還是可能有其他 因為他是在中樞神經的 神經去水窍 就是他的聚視細胞 去吃掉他的水窍 所以變成他的傳導有異常 對 那他的異常當然就是說 你哪裡異常 就哪裡產生病變 沒錯 對 所以我們基本上 還是會轉給腦神經內科 請專科醫師 再做進一步檢查 還有治療 所以是自己來 自己的攻擊治療 對 自己的聚視細胞 所以跟中風的治療方式 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如果變成治療中風 就會耽誤到了 沒錯 對 我們比較資深的醫生 就是喜歡用 就是問診 然後用他的症狀 就來決定 就來判斷這個病人 得什麼病 年輕的醫生 可能就是用 大量的抽血 X光 什麼 健腦斷層這些 會拔 對 那所以 這裡還有這裡 所以年紀大的 我們就是比較喜歡 用這個病程 就來 因為這個 一部分是因為我們 以前被健保核三怕了 就是健保會 你做太多檢查 他會扣錢 那一部分是因為 老師們就是教我們 其實厲害的醫生 你要進入神醫這個等級 你就是問診 看他的病吃 你應該就要知道 他得什麼病 OK 像我們以前在 泌尿科門診的時候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 鋼生組織醫師的時候 也是一個年輕人來 他就說 我很痛 我背痛 讚也不是 做也不是 好 這個馬上 就讓我們曉到 這就是解食的標準症狀 讚也不是 做也不是 我就說 你這個一定是解食 我幫你掃個超音波 簡單照一個X光 因為那時候經驗比較差 所以X光我看很久 看不太到那個石頭 又按面子 但是超音波掃掃 好像問題也不是很大 我就說你這個應該是解食 沒問題 那可能是卡在 比較上面的地方 腎臟剛掉出來 所以你會痛在這個位置 好 那你回去多喝水就好 因為我沒有很明顯看到石頭 然後過了三天 我那個禮拜第二次門診 他又來 他說醫生我跟你講 我現在是痛這個肚臍這邊 我是不是盲腸眼 很像盲腸的位置 我說這不是 這個就是石頭 從上段掉到中段 所以他會這樣子痛 我說我再幫你 再照X光追蹤一下 照X光我其實還是 看不太到那個石頭 那我就想說 這應該是石頭很小顆 那我就再掃一下超音波 還是沒什麼大問題 我就說沒關係 你從上面掉到中段 你已經有進步了 那我們再多喝水 就可以排出來 對 然後過了一個禮拜 他又來 他就說 他 痛到很下面 然後每天一直想要尿尿 那我就說 那照書上寫這個 就是已經卡在這個 膀管口 就是說你書尿管 要進到膀管口那個位置 然後我再照X光 他是沒有 這麼大顆 到底到底 好好吃到底什麼病 沒有 因為這石頭 真的很小顆 可能就是我真的沒看到 那我再掃超音波 還是沒事 然後我就又跟他說 繼續吃藥 我再幫你加一顆 多喝水 多喝點水 然後再過一個禮拜 但因為他痛了三次 所以他又過了一禮拜 他來了第四次 他說醫生不痛 那不痛我就反而貪心了 我說你有沒有看到石頭排水 他說沒有 我說我再掃一下超音波 一掃 所以這就表示說石頭是卡在 最後那個出口就好 不痛的地方 對 因為那個地方 他是比較窄的 那比較窄的 他最後石頭就卡在哪裡 可是他不痛 如果腎有積水 也會有反應啊不是 他如果積水的速度比較慢 他不太會不舒服 那你很厲害 他都沒有痛了 你還要去照他 不痛了就謝謝啊 謝謝 沒有 所以我就是要講 我們就是這個 這個等於是 人心人數 沒有啦 結果這個case真的很尷尬 然後我看完 結果他來了不痛了 我看完以後我反而說 好 現在要安排你開刀 然後他反而會覺得很乖 他說我就不痛了 你現在去跟我說要開刀 你上禮拜怎麼不叫我開刀 對啊 但是我說不行 因為你之前都有肌尾排出來 現在整個卡住 造成積水 就只好進去開刀 所以這是你真的照到他卡住 還是沒有 但是我內視鏡有找到啦 我內視鏡就有看到 但是你可以知道他腎臟已經是 對對對 我已經看到他腎臟真的有問題 但是他就是完全照書上寫的 這樣子 一步一步 我就好像在重讀一次教科術一樣 然後最後 所以你們在看片子的時候 腎臟 那個石頭不一定看得清楚 因為那個石頭如果真的太小 他的病罩小於0.5公分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看得到 其實這是王醫生自己視力的問題 你講什麼話 我就老頭在這裡 我視力沒有問題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醫學這麼進步 為什麼 怎麼還會看不到 一代一代的照相技術都越來越好了 為什麼X方面都不會進步 所以那畫素應該要提升吧 對啊 你鏡鏡拍出來很清晰對不對 沒有 我只是覺得就是 醫生基本上就是要反應超快 遇到什麼樣的人要趕快 那個腦筋要趕快轉一個畫素 安慰病人也好 安慰老婆也好 對 對不對 因為他講真的我們家裡就一個神醫 所以我覺得我們家是 自從有了神醫之後 我們家真的生病都比較那個 放心 我們健保卡很少再用了 對 但其實也就會有這種狀況 因為他常常都是用這個 一個表面上來看 然後來判定他得什麼病 那我覺得我們家的大女兒 就是最倒楣的一個 因為他就是試驗品 因為他每次生什麼病 他都說 沒關係 觀察三天 我說卡一直在燒耶 好可憐喔 就是會燒三天 三天退了就好了 他自己給藥 然後在家裡休息 就是這樣 他這小孩只要是活動力沒有減退 然後還有一點食慾 還睡得著 還會蹦蹦跳跳 都沒有問題 然後有一次是這樣子 我們要過年了 大家去吃飯 那一天 那時候小孩已經燒三天了 我想說 哇 三天還沒退 我實在是非常地擔心 心裡面對於神醫 就會有一點你知道 十年就開始提問 然後我想說 到底行不行喔 我真的很想偷帶去看小兒科 你知道嗎 可是你知道偷帶去看小兒科 這只有我婆婆可以做 我不行 是嗎 我婆婆有偷帶小孩去看小兒科過 連自己兒子都不相信 對 對 就是說實在病太久了 怎麼都一直沒有效這樣 然後那時候也是 就小孩還是很嚴重 然後到那一天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要不要帶他去看一下 結果你知道嗎 馬上帶去急診 醫生馬上就是一直檢查檢查 到最後就說 這根本就是 所以他已經整個拖到了 然後變得非常地嚴重 然後我們隔兩天就要出國 就要去北海道 你知道整個擔心這個小孩 我們都甚至要取消 然後是小孩子心裡面很難過說 好像這樣子 都不能出去玩 對 都不能出去玩 他也很難過一直哭 然後這不免我就會有一點 心生則怪 對 就是也沒有到很兇 就是說 你看看 為什麼外出很厲害 為什麼會沒將軍肺炎看不出 對 你是外科醫師 為什麼看感冒 對 瓜哥 因為我只能舉牌子在咬 因為我們家的家教就是 是不能回醉 所以我現在 我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已經很難想插進去 那個跟他 跟他對質 你知道嗎 來 你來講這個 沒有 我先解釋一下 這個 因為他已經講出這個是 梅將軍肺炎 那梅將軍肺炎 等一下有其他醫師在場 可以問一下 他的確是 不容易診斷的一個疾病 而且他一開始的症狀 就是跟感冒 跟流感是非常像 你看這個 這麼資深的醫生 一直抽成醫生下來 那裡 那所以呢 這是第一點 他是真的不容易診斷 第二個是 我這樣問 不要頂 OK 因為 其實第三天 我已經知道有問題 所以我就要帶去看 因為他的 我們平常在查訪 我們都會看那個病人 那個體溫嘛 體溫的紀錄 那因為我已經有發現 我女兒的體溫紀錄是 我們想要叫 Spiking Fever 就是說他是上上下 鋸齒狀 而且他每天的最高溫 是一直往上升 所以我就知道說 我的藥物是控制沒有成功 跟他有房價一樣 然後越墊越高 那我就知道說 這個有問題 所以其實第三天 我已經知道 這個就是 我的診斷是不對的 是要帶去看 對 並不是像他說的 好像 因為我已經就是 無能為力才帶去看 並不是這個意思 好不好 我們還可以請那個 那劉醫師幫我澄清一下 不是 那個梅漿軍肺炎 仔細看的話 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不是 怎麼看你這樣 那我被他錄影前 跟你講那麼久 對 那就是勢力不好 怎麼看 怎麼看 我今天會看一個案子 他也是一個 因為他也是那個梅漿軍肺炎 然後確實就是 他不會到我們第一個時間點 就考慮到 這個是真的 可是其實他有一些 比較特殊的點 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好 你講我聽聽看有多特殊 OK 就是說 其實像我之前跟一個小兒科醫師 那時候我們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到小兒科去 那醫師就是我們醫院裡面 很有名的神醫 就是我們都叫他養神醫 叫他姓一樣 然後呢 他最厲害的就是 他就可以看這個畫 看這個小朋友 然後就可以說 你這個回去吃要吃三天 三天之後就不會燒了 然後或者是說吃五天 五天之後就不會燒 然後他每次講每次都中 所以我們大家都覺得他好厲害喔 後來發現他是問病實 問得很仔細 然後像之前有個案子是這樣子 就是他也是一個 大概三四歲的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就是 也是在家裡面燒 發燒 那他自己又是有 他爸爸是一個名義代表 就有點BIP 然後所以第一天燒的時候 就到了另外一家醫院去 然後就先入院 然後入院的時候就是 當然就是先把他收住院嘛 然後第一天就燒 第二天也是燒 就跟佩真小朋友的臉像 第三天也是燒 那一開始就給他用抗生素治療 可是燒了三天就是都沒有退 所以媽媽就會擔心 就想要把他轉院 後來轉到我們醫院來 就是他一開始也是 收給另外一個醫生 然後呢那時候就是 小孩子官也是看到說 有點肺炎 那時候想說那可能 小朋友比較多還是細菌性的 所以一樣用抗生素 然後呢好像咽尿又有點髒 所以呢那個醫生 因為那個醫生比較保守 所以他就講了很多可能性 就說可能是這個可能是那個 那就是抗生素用的 可是用了兩天之後還是燒 這時候這個媽媽就打聽到了 就是我們醫院有個很厲害的醫師 他就讓他轉給這個醫師看 結果轉過來之後 那一天早上我就跟醫師要去查訪 然後醫師就看他的病例 然後就看一看 就問我說他活力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他活力還不錯 雖然就是一直在發燒 可是活力都很好 他就說好 然後他就看了一下他的X光片 他說這個一定是美醬菌 走我們去看他 然後呢我們就去看他的時候 就是看這個小朋友 就活力很好 那邊活蹦亂跳啊 然後就是他聽一聽 然後整個檢查一下 他就跟媽媽說 這個是美醬菌 三天就是三天藥給他三天 三天之後就不會燒了 然後果真耶 就是三天之後就不燒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 需要幫他抽血檢查嗎 他說不用啦 就是這個就是臨床診斷 就是不用抽血檢查 就是直接看就好了 他這個已經先燒三天 再燒兩天 到那邊已經第五天 他就查出來了 差不多了 我的第三天我就知道有問題了 他就知道不是單純的感冒啊 真的很厲害 對 不過他怎麼一點就是說 因為梅將菌的肺炎 他的奇特的地方是說 他小朋友雖然發燒 可是他活力會不錯 他叫做walking pneumonia 就是說會走路你的肺炎 就是說他即便燒了 可是活力還是不錯 他是從這一點去看出來的 但是這個也不是一般家庭主婦看得出來 你還是最後只是儀式 你還是要送醫院看 所以他第三天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 他就是walking pneumonia 所以你看有的醫師也是運氣運氣的 前面經過幾天他看了 如果第一天給他 他可能不會那麼果斷 剛剛郭哥有在問說 為什麼S光片到現在都沒有不加進步 對 但事實上 就是我們要澄清一點 其實不是每一種石頭 我們單純的S光片都看得到 有一些石頭真的是不加看不到 就像尿酸結石 但是在S光下顯影真的是不強 加上有時候那種病人 然後腰痛一發作的時候 來到醫院那S光一照 整個肚子也都是大便 大便跟長線跟石頭都被擋住了 所以有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照 腹部的S光是最方便的 一照馬上就可以看了 其實我們真的要 你要看石頭不加準確的話 就是斷層掃描 斷層掃描 才有辦法看得準確 但你不可能每個病人一來 我腰痛 我全部給你做斷層掃描 這就浪費醫療資源 他做到我自己智費看一下 就是我們又跟他講到 腹射一些潑露的問題 腹射我要打嫌疑什麼原因 對啊 所以其實 我們年輕醫師都還是 從病死來診斷 其實陳醫師可能也不年輕 應該給你年輕一點點 對 那就是講到 其實大家對常碰到就是什麼 泌尿道感染 血尿 結石這一些的問題 但是其實我們在臨床中 最怕碰到就是那種 血尿了可是你卻不會痛 但我之前就是碰到一個 五六十歲的老阿伯 五六十歲也不是很老 他就是 他就說他曾經有結石過 然後又有血尿 對啊 他說誰 你六十歲的老阿伯 真的 大哥 你一直要生氣了 真的 然後他就是 他曾經有結石過 也有血尿 然後他就 有一次他又是來血尿了 可是他的腰就不痛 他也是先到診所去治療 然後也是當成就是 沒有到感染的治療 就治療也沒有比較 還是一直血尿 然後當然他就到大醫院好不好 但他都不會痛 就不會痛 就跟以前都不一樣 對 當然就是之前的醫師 根據他以前的病史 他其實當作是死頭 或者是感染來治療 我想說這個不太對 你一直在血尿的話 其實我們要想的就是 腫瘤的問題 對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有可能是不好的東西 的確 後來就跟他做了一個 鈍層掃描 我們做那個尿路攝影的 鈍層掃描 的確在膀胱跟塑尿管的地方 就是有看到腫瘤了 不過這個大哥 他算是運氣不錯 也沒有跑到別的地方去 他就開刀 就是把一邊的腎臟 塑尿管跟膀胱切掉一半 他是切得乾乾淨 到現在就沒有再復發了 這個婦產科也很像 很多女生到更年期以為 是亂七 結果他也是像這樣出血 沒有症狀 結果檢查出來就是內幕 我之前也是遇過一個 五六十歲的大哥 中年大 來開始的 他就躺在那個檢查床上 可是人看起來就很常 把他抱著肚子這樣 一下翻左邊 一下翻右邊 一天都坐起來 結果看起來就是真的 就是剛剛王醫師講的 坐立馬那種感覺 然後就去問他說 你最近怎麼樣 他就說他一開始是覺得 後面腰有點悶悶的痠痛 然後因為他本身是在工地 做出工的 所以他就以為可能是 拉散或什麼 跑去看了中醫 那中醫也給了他藥部 跟一些中藥回去吃 結果吃了幾天感覺 都沒有改善 他就覺得好像越來越不舒服 結果甚至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漸漸蔓延到他 然後到他來掛急診 那天早上是 開始有很強烈的噁心感 然後還吐 那家人就跟他講說 你又肚子痛 然後又吐 你這樣會不會是腸胃炎 要不要趕快去急診 打個點滴這樣 然後這時候一聽就覺得不對 腸胃炎就算 肚子再怎麼不舒服 頂多可能就是你要 要吐或者是拉之前會腳痛 可是他不會說 痛到你整個人在那邊翻來翻去 好像什麼姿勢都不舒服 都沒有辦法緩解那個疼痛的感覺 後來我就問他說 你除了那個腰痠 跟你最近肚子痛然後吐以外 有沒有其他症狀 你再想一下 他就說 好像有覺得那個尿看起來 比較有一點紅色 但他以為是吃中藥的關係 所以他就沒有特別注意 那我就說你小便會不會 有一點不舒服 他想一下說好像有耶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應該不是什麼腸胃炎 或是腰拉傷 這個大概就是尿入結石造成的 那一開始那個酸酸的感覺 是因為石頭真的 在比較上端的時候 其實症狀都不明顯 可是當它隨著尿被排下來 就是如果石頭比較小 它是有機會往下掉的 它刮到那個酥尿管上皮的時候 就會開始造成那種很疼痛的感覺 那甚至如果說就是後面 腎臟已經水腫 然後有一些腎與腎炎之類的 甚至就會有一些吐 或者是那種噁心的感覺 都跑出來 我兒子今年夏天的時候 就突然 就突然指甲又是變黑 那小孩子指甲變黑 我們就會想說 他可能就是 我們被夾到或什麼 也不理他 然後呢 因為他就是指 他就是指肉 在家裡都玩什麼肉 我想說指甲被夾到 他也沒哭也沒喊通那就算了 然後再過了一個禮拜看到 本來是食指油 然後中指的指甲也變黑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這樣子會不會是黴菌感染 就是有可能灰指甲 或是什麼小朋友的 然後我們就幫他擦一點 那個家裡面的黴菌的藥 就過了大概也是一個禮拜 完全沒有效 因為這兩隻手的指甲 它從根部開始翻起來 就開始脫落了 就開始 然後指甲開始變得很粗糙 那我們就想說那擦藥沒有用 我們就帶去給皮膚科醫生看 第一個皮膚科醫生看一看 他也說 這好像就是灰指甲吧 那你也拿黴菌的藥回去擦一下 那我就想說 那可能醫生開的藥比較有用 然後拿回家擦了之後 還是沒有效 因為我兒子另外一隻手的中指的指甲 也開始 就指部 根部也開始 空掉了 就整個都快要掀起來 然後他原本第一隻呢 已經指甲半仙不仙了 一半黏在指肉上 一半已經翻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醫生的藥我們就繼續擦 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然後有一次他這個半仙不仙的指甲 就在他脫衣服的時候 整塊指甲被掀開了 那會痛嗎 他大 整個大哭 他就血肉 然後我這邊就是有那個照片 這個就是他 實質就是他指甲 指甲整個被掀開的那個 的那個指肉 然後呢 他剛發作的時候 其實就像這樣子 就是根部開始就是灰灰的 然後空掉 中指是這樣 然後到最後呢 兩隻指甲是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子 好可憐喔 這樣子已經是在擦黴菌的藥之後 他的指甲還是變成這樣 而且指甲是凹凸不平的 然後後來我又再帶他去看了 另外一家的皮膚科醫生 然後那個皮膚科醫生 就用那個放大鏡 因為也是一個很有名的 神醫等級的皮膚科醫生 他就用放大鏡看了一下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這是腸病毒的後遺症 他說腸病毒的後遺症 是指甲會脫落 那我們完全沒有聽過 然後那醫生就說 因為最新型的那個 變種的腸病毒有一型 會讓小孩子的指甲脫落 他說有些小孩子嚴重到是 二十個指甲全部都掉光 我就想說 可是你知道我兒子的腸病毒 是夏天 夏天得的 就是五六月那時候得的 我帶去看皮膚科醫生的時候 早就已經過了兩三個月了 他指甲才這樣 你完全不會聯想到 那是之前得過腸病毒的 後遺症 然後後來新的這個醫生 看到是腸病毒之後 他就是開類固醇 他就完全不是開梅菌的藥 他就是擦類固醇 擦指甲的邊緣跟根部 然後擦了類固醇之後 因為兒子指甲本來是這樣 清清黑黑的 然後擦了類固醇之後 就的確有改善 就是比較光滑 比較光滑一點 然後恢復了那個血色 指肉的那個血色 但是醫生說 因為這個病毒很強 所以小朋友的那個指甲 要恢復到完全本來很光滑 很健康的樣子 至少要一年以上 這麼久 對 但是你就覺得 那醫生好深 你怎麼知道我兒子 就兩個月前有得過腸病毒 他也沒有問你 他就直接說 這是腸病毒的後遺症 就還滿妙的 好香喔 你現在只要講出那家 那個醫生叫什麼病毒 他明天門等就會爆亮 什麼科省醫 那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才三十幾歲 那他是一個電腦的工程師 對 那他 就是說他在十幾年前 學生時代 因為其實也很多人做過 近色雷射手術 那手術後 他其實恢復都很好 所以他這十幾年來 不管是開車工作 就是視力其實都很清楚 那也很方便 可是他最近大概一兩年 他覺得他視力明顯的變差 那他一開始呢 他去看眼科的時候 眼科醫師都覺得 他可能是工作壓力太大 就是有點神經質 那就一直跟他說 你就是要休息啊 然後不要過度工作 因為工程師嘛 他們常常會熬夜啊 然後看的東西 又都是3C產品 可是他發現 他視力真的越來越差 那每次去量度數 就是大概隔兩三個月 就會多個50到100度 那第一年過去之後呢 他其實看了很多很多的眼科醫師 可是每一個都跟他說 你就是太累了 要多休息 那可是他後來發現 他沒辦法開車了 因為他大概已經到300度 所以他只好去配眼鏡 那配了眼鏡之後呢 他發現接下來的半年 他的度數不但增加越快 而且越來越模糊 他大概每隔一個 一兩個月就會多一兩百度 對 所以他到隔半年後 他度數已經跑到六七百度 對 然後他想說 他真的太累了 他就是提早要退休 所以他後來就跟他太太 去合開那個生機飲食 然後想說不然我從吃的下手 然後每天早睡早起 不要依賴3C產品 看不會好 可是他發現接下來的半年 更嚴重 他每一個月度數大概跑兩三百度 哇塞 所以他到來門診找我的時候 一兩已經就是 度數到快兩千度 就是增加很多 對 那因為我聽他描述 其實我都還沒有看 我就說你這個有可能是 早發性白內障 他說怎麼可能 我才三十幾歲 對 然後我就說 那不然我們來做檢查 那就幫他瞳孔放大做檢查 結果果然他就是那個 白內障早發型的 那因為水晶體它會膨脹 核心醒白內障 就有點像突透鏡的效應 所以它膨脹之後 趨率增加 就會檢查起來 就變成高度的近視 那這種突發性 他如果沒有從事那個工作 會發病嗎 也有可能 因為他本身在做雷射之前 就一千多度 所以其實像我們這幾年 以前像如果我早期 大概可能十幾年前 我們在開白內障 像這樣的病人 可能兩三個月來一個 可是現在幾乎是 所以還是有影響 還是有影響 看手機開始的問題 只是讓你更快而已 沒錯 對不對 那就是雷射近視手術有關嗎 沒有關 它其實是跟它本身高度近視 因為高度近視 就算你雷射開完 你的眼球本身後面的四網膜 就是比較薄 那高度近視的其中一個併發症 就是早發情白內障 還好現在醫療很進步 所以白內障當然就是 它是可以根治的 你只要治療之後 你就度數視力是可以回存 還好是可以根治 還好 我是有一個朋友 他之前就跟我們說他脖子 因為這個狀況 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很神奇以外 然後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是他脖子好像就是 轉不太過去 然後我們就覺得 那應該是落枕 落枕 但落枕通常就是一邊 然後或是 可能休息個兩三天之後就會好 結果那次他兩三天之後 沒有好 反而是兩邊他都不能轉 結果他這個症狀持續了好幾天 可能一個月了吧 一兩個月了 我們去檢查 然後那醫生看了他之後 就很嚴肅的問他說 你這樣是不是 你的肩膀也跟著有痠痛 他說對啊 我肩膀有痠痛 那你是不是整個身體 都非常的僵硬 就不自然 他說對… 結果那醫生就說 心臟有問題 脖子耶 跟心臟有關 所以我不懂到底為什麼 但是後來去檢查 真的就是 有嚴重的心理不講 然後最後也做了心導管的治療 殘痛出現後面好像心臟 真的還滿慘的 正常來說 如果真的是心肌梗塞等等那些的 它所謂的痛 大部分是前腥痛到後腿 而且那種真的是 真的是很痛的那種痛 而且心電圖上面 大部分都會有一些變化 看得到出來 如果真的說 有時候肩頸痠痛 就馬上診斷 它是心臟問題 果然是神醫 神醫 我不認識好多神醫 我最近聽到一個 就是祖宿也覺得 還滿特別的是 它跟我說的是 兩邊的下面 腋下痛 但後來也是 腋下 對 後來也是腋 就後來解答也 對 一開始的時候是腋下痛 所以其實有時候這種 還是要比較小心一點 如果你真的就是 治療都不會好 還是要想到這個問題 而且年紀越大的人 他發生心肌梗塞的症狀 越不典型 越年輕越典型 越老越不典型 可能老人家只是說 肚子痛而已 肚子痛它越來越喘 一減它就是心肌梗塞 有的就只是肩膀痛 就肩膀痛 然後他就說 這邊就痠得不得了 一減它就是心肌梗塞 你說很典型的 胸口痛冒冷汗的 大部分都還是那種 五六十歲的人 那種喝酒的 突然很典型發作 整個血管完全阻斷的 那種才會是典型的 心肌梗塞的發作 症狀全都現了 醫師太有把握 結果鬧笑話了 第一個案例是這樣 有一個年輕的女生 她平常就是 洗澡都是蠻快的 可能工作蠻都很快 也沒有特別 有一天她突然就是 慢慢洗 然後都摸 吸摸 都摸 吸摸 她自己婚姻部突然 摸到有一些突起霧 她就奇怪 越摸越奇怪 然後現在就開始 然後還就浮現說 是不是人家說的菜話 還是什麼 很緊張她就自己 偷偷跑去看婦產科醫師 那第一次她看到一個 可能比較年輕的醫生 然後可能經驗也不太夠 然後可能就看看 她就說醫師 我這是菜話 她就看一看看 看了很久 也摸不著頭緒說 應該是 然後她回去了 她就有點生氣 就心事問就問老公說 你是不是在外面亂搞 是不是害我得了這個病 然後老公就明明就說 我很無辜 明明我沒事 就很乖 她就說好 那我們去找另外醫師看一下 那後來就跑來 我們這邊門診 然後我把它看一看之後 後來檢查的確是很像 可是我看一看 又奇怪 又跟圖譜上 因為正常的菜話 是有點像花椰菜 她的突起物又不太像 我說我們再追蹤一下下好了 不要太緊張 因為之前我們也遇到 類似的案例 然後她就隔了真的一個多月 然後再回著 果然就不是 後來她就有點生氣說 之前怎麼這樣 我說不會啦 說你沒事最好 第二個案例就是比較特殊 就是前面看得有點怪 我們後面看也看得不太對 她就是一個 大概50歲的一個婦人 然後她在外面檢查 然後就是有 然後年紀各方面等等都像 外面就跟她講說 你這個可能就是 她後來就被轉診到 我們大醫院過來 我們透過這樣檢查 整個檢查 我們心裡大概講說 八九成應該也是 然後家屬 其實病人自己也覺得 從前面醫生 後面醫生這樣判斷 她也真的很緊張 回去都已經跟 家裡的小孩講說 要交代一些事情了 怎樣了 然後結果我們就跟 開刀開進去 結果一進去有點傻眼 覆水吸吸 結果發現 腹腔很多突起物等等的 後來我們就 還好我們總共就沒有拿掉 我們覺得怪怪的 我們就跟家屬解釋 做了一部分的切片 然後一個禮拜後出來了 結果是 結合感驅 對 就是結合感驅 這個就文獻上都有 結果還好就是 後來我們就轉到感染科 做了一些抗結核治療之後 就好了 以前幫病人做這個結紮手術 做完之後過一年 她老婆懷孕 她一來 你如果馬上就說 那就是你老婆亂搞 那個就慘了 因為我們有遇到過就是 對啊 就是兩千萬分之一 她又接回去 結紮完還會衝出來對不對 對 就是有兩千萬分之一 活力很好 自己接回去 對 所以你說這種 這種我們在遇到這類病患 真的要先做完檢查才能 不能夠直接說 對啊 你也太討美了這樣 對 女生擺病患器又擺越好 對啊 我後來因為 就是有做一些微整型 醫美 那我們這個微整型 打針的時候最怕 目前看起來 這十幾年下來 看起來最怕是會打到血管 那玻尿酸 那一類填充劑 如果你打到血管 可能會造成 或者是 甚至有 這麼危險 對啊 我本來不想講這些 要找對醫師打 對 技術很重要 但是是真的 就是說如果你打到血管 然後你沒有發現 你繼續打 它的確會造成滿嚴重的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 這大概七八年來 大家才慢慢累積經驗 那個時候大概十年前 那時候書上還沒有聊這些東西 沒有提到這一塊 大家沒有這一塊的經驗 但是我 因為我們有看過一些案例 大概學會裡面有一些討論 然後到了 我們只知道說 如果打到血管會反白 那時候我們會的大概就這樣 會很痛 然後會反白 那我去大陸參觀 那時候我也是第一次去大陸 我去大陸參觀一個醫院 然後就一個醫生 這個醫生就陪著我看 我一看 一個病人坐在那邊 我一看我說 哇塞 他整個鼻子都白掉了 我想說 我的媽呀 那他這個 鼻子一定是打到血管 我想說 然後我趕快問那個醫生說 那個病人是打鼻子嗎 他說對啊 他說應該是吧 然後我說 那他鼻子都白掉了 那他這個鼻子應該打到血管 這很嚴重耶 這要馬上處理 不然這鼻子要爛掉了 他一聽 他也嚇壞 他想說 哇 台灣專家來這邊參訪 馬上幫他找出一個 找出毛病 他真的 哇 我們兩個 然後我說 他要衝過去找病 我說不行… 先討論好怎麼 不要嚇到人家 對 你不能直接 就跟病人說不好意思 你鼻子要爛掉 就這麼想 太直白了吧 不能接受啊 所以我就說 趕快你們先 就是看你們打多少啊 打什麼位置 然後劑量怎麼樣 好 然後 而且那時候因為 大家經驗不太夠 所以怎麼處理 大家也不太懂 然後後來就是他說 我去叫那個 那個護理人員過來 然後護理人員過來 我就說那個鼻子怎麼樣 他說 沒有啊 這鼻子麻藥有加那個 腎上腺素啊 這個大家一聽就知道 因為腎上腺素 打下去鼻子會變白 那個 皮膚會變白 那為什麼加腎上腺素 他讓血管收縮 比較容易出現 對 會出現 而且他一講完話 他說你看那一排 真的 整排出來 每一個打客人都是白 但是我第一看到我真的嚇壞 我就到大陸看了第一個人 然後就是這樣 我真的嚇死了 其實我覺得像有一些學生 學生就是實習 或者是見習的學生 他們很容易在上一科 學到什麼病的時候 就會腦袋裡面有那個病 然後到了 就帶到下一科來這樣子 那我之前有一個實習醫師 來更正 然後因為他上一科 就是在王醫師的迷鳥課這樣子 對 然後可能跟到 就是像王醫師這樣子 教得很好的醫生這樣 然後這樣有補救回來嗎 然後 後來我們這一科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是來更正 那因為我們在教學門診的時候 就是如果患者同意的話 我們會先讓實習實聞 然後讓他做一些基本的處置 然後之後一定還是會讓 那個主治醫師來問 結果這個學弟他就問嘛 他就問那個 就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孩子 就進來 然後他說他要看平尿 那他就說 因為他三開泌尿課 然後這個學弟就覺得 太好了 就是剛學完 然後他就說平尿 那你就是大概多久了 他說好一陣子了 然後學弟又說 那我問你好 你就是肚子會不會痛 他就說不會不會痛 然後也沒有什麼 就沒有什麼疼痛的情形 他就說那你早上起來 小便是什麼顏色的 然後那個妹妹就說 今天是紅色的這樣 然後那個學弟就想說 重了重了 然後他就問他說 你做什麼的 因為剛剛那個 陳醫師有講到 如果是無痛的血量 其實就要很小心是膀胱愛 然後他就問那個妹妹說 妹妹你做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他是洗頭小妹 然後那個學弟就說 洗頭小妹 所以你平常會接觸到一些染髮劑嗎 他說會啊 就是他就是 一定要幫客人染頭髮 然後學弟就 他說百分之百一定是 他先讓那個患者 就是去做那個小便的檢查 然後因為那個患者 就會想要知道說 那醫生你覺得我是什麼問題 然後那個實習醫師也講太快 他就很有把握 他就說 我覺得可能是膀胱癌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嚇死了 他還二十幾歲 然後他就去驗小便 好 驗好了回來 回來之後 那個學弟就進來 我說 學弟報一下就是那個 剛剛那個狀況 他就把他的病史這樣報完了 然後他說 而且學姊你看喔 就是他的小便裡面 就是有紅血球 而且裡面有白血球 代表他不是感染 他真的是血尿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OK 然後我說還是要重問一下 我就問一下那個妹妹說 欸 妹妹那個 你說你今天有血尿 然後妹妹就說 血尿 什麼血尿 他就說 然後那個實習醫師就說 你如果說你今天 早上小便是紅的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今天月經來 所以我就是 就是紅的這樣 他只是月經來而已 所以有時候 一些實習醫師 他們會忘記問這個 其實這個很容易問 很容易忘記問 尤其是男性的住院醫師 然後那個妹妹他就說 那醫生我真的是膀胱癌嗎 他就嚇死了 然後我就說 其實沒有那麼像 可是因為你也不能跟他說 不是啊 不然這樣子 那個學弟就很傷慘 然後學弟就很尷尬 在後面就是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跟他說 沒關係 等你月經乾淨一點 我們下禮拜再來驗影師 你不用太擔心這樣 然後後來他就出去了 然後我就跟學弟說 其實有時候 我們真的話不要先講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在上一科 真的就是泌尿科的學長 就告訴我說 就是有這些這些這些 就是這個病 我說可是你到我們加一科來 你還是要想一些 其他的鑒別診斷比較好 多年前我還是那個 剛當總醫師的時候 他有一次也是幫一個年輕的妹妹 在幫他做腎臟超音波 他也是反覆的 然後我那次幫他做超音波的時候 就做一做 奇怪怎麼 左邊都找不到腎臟 找老半天真的找不到 然後右邊確定 就是只有一顆腎臟而已 然後做完之後我就跟他說 妹妹恭喜你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做超音波 這是我第一次發現一顆腎臟 發生性打入 然後其實我是帶著興奮的心理跟他說 妹妹你只有一顆腎臟 他就說真的嗎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說可能你媽媽 就只給你一顆腎臟而已 天生的 對 天生的 後來他感染也治療好了 治療好之後 後來那個妹妹他就到南部去念書了 他就是過了兩三年 我已經當主治醫師了 他又來我門診了 他來我門診的時候 他就同樣的症狀又出現了 但是他跟我說 陳醫師我跟你說 我另外一顆腎臟已經長出來了 怎麼可能 長出來了 在哪裡 結果他是說 他到南部念書的時候 然後他有一次又感染了 感染也是在南部的醫生 就幫他做超音波 竟然就跟他說 你明明就有兩顆腎臟 沒有問題 對 所以我就說怎麼可能 我那時候真的早很久 然後我就當場我就說 現在再幫你做一次超音波 我就直接用診間的超音波 就看看 真的就沒有了 怎麼又不見了 天啊 然後他就跟展廳姐姐跟我說 真的我是有兩顆腎臟 你不要再侮辱我的身體 我的家族了 真的只有兩顆腎臟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說 那你通過的地方指給我看 他就指一下腹部勾的地方 我請他正面 他轉過來 褲子把它拉下面一點 就發現說 怎麼有一顆東西在這邊 就是在他那個肚臍的下面 他肚臍的下面 我就把超音波 直接往那邊一放 結果這邊竟然有一顆腎臟 對 所以我才發現原來他是 就是他的腎臟其實裝的 那個攜帶不是裝得很緊 他可能站起來的時候 就會往下掉 他不需要 對 對 游離症 那他不會痛嗎 會痛 就是偏偏他那次來的時候 我幫他做檢查他沒有痛 所以我就沒有去發現到 後來我就還他一顆公道了 他真的是 有一次我一個學弟 他就是剛好幫我們一個 角膜科主任帶診 那剛好就是一個小模特兒來看診 那他剛好那一天 剛好被他抓到 但他剛好戴那個角膜變色片 那一檢查起來發現 他角膜有破皮 所以他就跟他說 你就是因為帶這個角膜變色片 那因為這個透氧度比較差 他說你這一週不要再帶了 那我幫你開藥回去 那你下週再回診 結果下個禮拜回來之後 他發現他的角膜還是破皮 他就跟他說 你又偷帶了齁 然後那個小模就很無辜 他說沒有 我這一週真的沒有帶 然後那個 我那個學弟就有點生氣說 你不要騙我了 我再給你一週的時間 這一週絕對不能帶 然後我下週回來我要再檢查 結果他隔了一週再回來 一檢查 又破皮 然後我學弟就學那個主任 他就拍一桌 他就說 我就跟你講 你不要再帶了 我雖然知道你的工作需要 但是艾美也要有一個限度 你現在再帶下去 不是好不好看的問題 是會瞎掉 然後那小模就很無辜 哭到快要哭出來 最後他就從包包拿出一個藥袋 那我們拿藥的時候 上面其實會有那個 就是說有什麼試印證 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他就說 醫師啊 因為我最近過敏 然後耳鼻喉科醫師 有幫我開了一些過敏的藥 那我有注意看 它上面有一個副作用 就寫說 如果長期使用 角膜容易乾燥 然後會有就是胃光 角膜容易上皮有受傷 他說會不會跟我吃這個藥有關 然後那個學弟還好他戴著口罩 他當場就有一點三條線 他就說那你給我看一下 他就看一看 他就說 當然有可能 不過還是跟你帶影險證有關係 然後他就說 那不然你兩週後再回來 那你這個藥還要吃多久 那個小模就說 我治療剛好差不多一個告一個段落 應該最近不用吃 他說好 那你就是影險證也不要再帶喔 不要帶喔 然後你那個藥因為反而不吃 我們再回來觀察 不過因為兩週後主任就回來了 然後他私底下就很尷尬 然後他就趕快跑來問我 他說學姐我問你喔 吃那個藥真的有影響嗎 我說喔 你沒有認真看書喔 因為吃像抗組織胺 或有些那種抗焦慮症 或是有些那個內科啊 腸胃科抗脹氣的藥 其實他們都會影響那個淚液的分泌 所以確實就是說 如果當你發現這個病人 當然帶影險證也是一個肝眼症的因素啦 他當然他還是得停帶 但是就是說也不要那麼的 轉睛疊者說 你就是偷帶喔 可能還是要問問他說 你有沒有在吃什麼藥這樣 疾病很容易被其他的症狀掩蓋 醫師也並非是萬能的神喔 只要針對當下的這個症狀呢 判斷病情 希望病患能多些同理心有耐心 互相體諒才能找出疾病最佳的方法 謝謝大家 謝謝 持續又經歷了秋冬 很多人會開始出現一些感冒 或者是身體出現一些小毛病 那現代人壓力又大 作息又不正常 體內的自由基常常有過高的清新 這時候就要多吃一點抗氧化能力好的水果 像是藍莓或者是蔓越莓 藍莓含有多種的花青素 淚黃銅以及植花素 所以有很好的抗氧化能力 而蔓越莓呢 它的淺花青素 可以保護我們的泌尿道上皮 所以下一次呢 我們可以把藍莓跟蔓越莓 還有無常優格加在一起 就會變成一道美味又健康的點心喔 細節交替早晚溫差變大 免疫力下降 眼部帶狀泡疹的患者也跟著變多 眼部帶狀泡疹會沿著三叉神經第一分支的走向分布 初期在眼周皮膚有紅腫熱痛 三到四天後開始出現紅疹 接著轉變為水泡 水泡病毒若感染眼睛 有可能造成角膜炎 紅彩炎 濕網膜血管炎 視神經炎等 嚴重還可能失明 所以有眼部帶狀泡疹 一定要尋求眼科專科醫師的治療 另外多休息 不熬夜 增加免疫力 也會讓帶狀泡疹好得快喔 請問訂閱 加入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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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鈴鐺